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罗兰艾莫里奇的最新二战大片 《决战中途岛》 今天老夫就是要讲讲这部电影 但是由于这部电影刚刚上映没多久 还没有完整版电影素材用来做详细的影片解说 所以我就随便说几句观影后的印象好了 首先这是一部难得的美国拍摄的中途岛战役电影 作为这场战役胜利的一方 美国好像真的没怎么拍过 当时他们的对手日本从60年代开始就拍中途岛战役 都快成了黑木耳题材了 所以对于这部《决战中途岛》来说 我还是很期待的 光是从电影上映前的预告片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大制作 貌似导演罗兰艾莫里奇很想用全景式手法 展现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中途岛逆转乾坤的来龙去脉 不过这里的全景式指的是导演有点失无据悉的 把所有历史事件用极其容易被人理解为流水账的方式罗列一遍 其中就包括偷袭珍珠港 企业号袭击马少尔群岛 轰炸东京 中途岛海战等著名战斗 没错 连轰炸东京都在电影里出现了 而且我发现吉米都立特的扮演者居然是艾伦·艾克哈特 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改名为美版建军大业之太平洋陷落 等等好像没有杰拉德巴特勒 所以还是算了 等到天使陷落里再找他算账吧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历史中真实出现的人物 但是他们的数量有点太多了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拍历史群像 实际上罗兰艾莫里奇其实最善于用群像表现影片的世界观 或者至少那是他使用的最多的手段之一 所以你能在电影里看到一切能想象到的角色 上至尼米兹、哈尔西、沙本56 下至布鲁诺·盖多、迪克·百斯特 甚至那个帮都立特转移的中国翻译 弄得这部电影就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 是个人都想上 除了弗莱彻 他成了猎妇人 最无可赦 而且我也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 原来百斯特才是这一大群人当中的主角 我的判断在于 电影里还出现了百斯特的老婆和女儿 按照艾莫里奇的一贯尿性 电影主角一定得是个不招家 不怎么关心孩子的扎爹 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内容过于分散 叙事平庸的电影 剧情上的跳跃性太强 缺少对整体的把控 也有人指出 这部电影很好地还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对于太平洋战争出席航空作战 情报作战有比较硬核的重现 作为一个拥有史实情节的观众 我很能理解这部电影褒贬不一的评价 就像这部电影是否还原的历史一样 充满了各种纠结 看电影的时候 我曾经告诉自己 这是一部基于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就比如《空袭马少尔群岛》那场戏 电影中既真实还原了勇敢的机械师 临危不惧用后座机枪击舵96录工的一幕 又莫名其妙地 多出来一艘金刚及战略舰 被VT6雷击的奇幻场景 我猜电影本身也很纠结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还原历史 所以有很多硬伤 而且这些硬伤还不是为了 主线剧情的需要做出的妥协 更像是电影本身功课没有做足 就比如《中托岛战役》那一段 电影先是把高空轰炸的B17机群 不知为什么改成了B26 但是却很贴心的 没有忘记一架B26差点撞了南云中益的剑桥 然后是搞混了 到底是VT8还是VT6率先 袭击了南云机动部队 还有就是南云舰队的规模未免有点太大了 密密麻麻的全是船 而且我记得在里面隐约看见了大核号战略舰 还有就是最不科学的昭和防空 96式神炮在电影里实在是太神了 他们全程发射夜光弹幕的速度 让我一度怀疑人生 但是无论96神炮再神 怎奈有主角光环的SBD还是道高一丈 这些首拼SBD全称斯巴达的俯冲轰炸机 上能狗斗虐灵战 下能单刷一航战 简直不要太骚 历史上SBD真的就是这么霸气 在圣克鲁斯海战就有两架侦察的SBD 敢支撑突袭日本舰队 不但炸了一下瑞丰号航母 还在撤退过程中击落三架灵战 最后再来看一些瑕疵好了 你也许会觉得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是说来也无妨 趁着我还能想起来 首先是临赛指挥的VT6降落企业号的时候 他们是挂弹捉箭 然后鱼雷突然脱落了差点炸死所有人 就算那些鱼雷就像电影中吐槽的那样根本炸不响 临赛他们也不能挂弹降落 因为万一炸了呢 接着是企业号袭击马少尔群岛那场戏 说实话我还有点小激动 因为还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提到过这场没有什么名气的战斗 不过看完之后感觉有点神剧的气息 首先是VT6不知在哪个毛地遇到了一艘金刚级战列舰 那艘船是不可能出现在那的 接着是百斯特靠主角光环加成 炸毁了塔罗阿机场的一大票96陆宫 根据这本《轮到我们开火了》 1942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第一次反击记载 只有一架双发轰炸机被摧毁在地面 这一架战果还是VF6 VB6和巡洋舰炮击一轮塔罗阿岛后造成的 如果有谁和我一样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空袭马少尔群岛的历史 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 书中还提到了盖多凭借他的勇敢行为得到了晋升 但和电影中不同的是 亲自提拔他的不是哈尔西 而是企业号舰长莫里 空袭东京的时候 电影还忍不住给多利特安排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 我认为这笔珍珠港里面的相同场景还扯淡 至少珍珠港里面是多利特在挑选志愿者的时候 一边说着大词一边说愿意参加的向前一步 而这部电影里艾伦艾卡哈特在他们都站在大黄烹号甲板上了 眼看就要起飞了 他还有闲心一边说着大词一边问 有谁想要退出吗 现在退出是不是晚了点 你怎么不等大家都起飞了再问有谁要退出呢 最后来聊聊电影中的女性角色 我很高兴这样一部海战主题的电影中 情感戏并没有破坏整体氛围 或者说就算电影氛围有问题也不是情感戏造成的 但是这些女人确实很有手段 就在中途岛海战还在进行的时候 白斯特的老婆就找到了她的一波闺蜜们聊天 其中有人还提到一艘航母沉没了 白斯特太太还特别关心是什么航母 以及上面的飞行员怎么样了 他们是怎么隔着十万八千里 居然能比海军情报部还早知道 中途岛海战打成什么样 他们都是日本间谍吧 这段情节扯淡程度 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珍珠港里面女主打听都立特空袭的一幕 这两者之间的扯淡程度简直难分多重 因此我提议赶快把这些东京玫瑰 送到亚利桑那州去挖洋域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 只要不去斤斤计较 作为一个对战争片感兴趣的人 总统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 而且说句心里话 我还是很希望这种题材的电影越多越好 下回爱莫里奇是不是要拍个 马里亚那射火机或者是莱特湾大海战呢 我很期待 下 eve 打电影越来